轿车燃起熊熊大火 窜出大片橘红色火光 阵阵浓烟直窜天际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迅速延烧 整辆车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烧到只剩下骨架 零件全部解体散落一地 轿车撞击电线杆的巨大声响 也吓醒不禁民众 凌晨两点一辆轿车 行进宜兰中央大桥北端时 突然失控又切 撞上路边电线杆 下一秒整辆车起火 冒出大量浓烟 消防队赶到现场立刻涉水灌救 车辆起火驾驶 并受困车内 现场火事于两点三十五分扑灭 火事扑灭后 警方发现驾驶已经被烧得焦黑 难以辨识身份 将抽取死者演绎化研DNA 确认身份 车祸也中断电线杆 造成附近住户大停电 台电已经全力抢修 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借了林医生业余娜 一栏报导